我是胡椒角 一个地地道道的80后杭州姑娘 我的家乡我代言 清晨六点突突突的马达山叫醒了整个城市 我也会偶尔选择水上巴士来上班 这就像一场和时光的约会 挖三块钱大乘当天第一班水上巴士 这一路坐的并不仅仅是船 还有满满的回忆 我是从运河变深运变长大的 长大的 小孩都在运河里抓鱼带 就是一个下午都在运河下面的 小时候那么洗衣服啊 洗什么东西都在运河 曾经在河里嬉笑打闹的秀牙儿 现在已经是坐享天伦的嗲嗲奶奶 运河的话它作为活着的世界遗产 为什么呢 因为它至今仍然保留着航运的功能 现在大船多 这个船多大 这船有几个等 我正在翻阅着一本还在连载中的历史课本 拱城桥就是今天我的目的地 拱代表的是它的形状 城呢 讲的是以前帝王居住的地方 经历了近四百年的风风雨雨 它微妙地串联起时光的变迁 一面浸润历史 一面孕育繁华 在桥西呢 呈现的是古街区的景象 那桥东呢 呈现的就是像穿越一样的 现代当代的摩天大楼啊等等 所以我们走过古桥啊 又把它叫做是穿越之旅 过了桥我要途经的是小河历史文化街区 运河最后的人家 还能闻到杭州老底子的烟火气 现在来到的就是我上班的地方 是杭州手工艺火态馆 这里集合了二十多项的手工艺 我是胡椒角 我的家乡我代言 你也来吧 家乡 习惟endo 我代言 除了 两剩